明星传的盆满钵满的现象早已为人所知,对于外界来说,他们的财富可能只是引起了些许羡慕和嫉妒,或者引发了一些牢骚,但并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然而,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财富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在社会风气尚未完全改观的年代,艺人经常面临各种威胁和勒索,李雅芳就是其中一位深受其害的艺人之一。 1948年,李雅芳出生于台北,就读于《景美女》中期间,她便展现出了对唱歌和舞蹈的浓厚兴趣。 在校期间,她以其出色的表演技巧成为了校园中的风云人物,被赋予了诸如女猫王、妃女等绰号。 她的音乐生涯始于高中时期,跟随声乐家林宽学习歌唱,并很快登台演唱。 由于家境不佳,加上附近早逝,家中缺少男性主心骨,因此她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为姐姐和母亲分担负担,照顾多病的弟弟,同时努力改善家庭条件并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曾在餐厅中助唱,主要演唱西洋歌曲,并在台式上演出过。 到了1970年,她与中世签约,开始转向演唱国语歌曲。 此时,李雅芳凭借着往事只能回头,异曲开始展露头角,与另一位艺人尤雅相貌相似,被观众认为是姐妹花。 中世迅速安排了一部由他们两人主演的闽南与连续剧《姐妹花》,使两人更加走红。 姐妹花,不仅让两姐妹走红,还使得剧中的新人男主角张健备受观众喜爱。 之后,张健与陈惠美,兰奇一起出演了许多广受欢迎的闽南与连续剧,由李雅芳领先主演。 在此期间,他所属的银河唱片公司找来作词曲家林华,蔡荣吉为他量身打造了《我爱丘连》。 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大获成功,掀起了一股购买热潮。 随后,李雅芳受到电影导演郭清江的青睐,与童星吉宝如合演了电影《花谢》了。 在剧中,他饰演一位雅女,与吉宝如饰演的妹妹相依为命,与她的现实生活有些相似,这部电影提供了许多发挥空间。 因此,他甚至特意去找手语老师学习手语。 逢此,他的星图一片光明,从小有所成的歌手迅速跻身成为红歌星。 尤其是在银河唱片公司期间,他推出了许多畅销的歌曲,其在歌坛的地位日益稳固。 然而,好运的背后有时也隐藏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噩梦。 在1974年的深夜,李雅芳在西门町的立生歌厅演唱完后,搭上自己的黄色轿车,由乔生男友秦强夜驾驶到南京东路二段第一饭店旁的红墨房餐厅吃宵夜。 然而,一小时后,当两人走出餐厅时,却惊讶地发现脚车右前方及右后方的轮胎竟然被人放了气。 李雅芳低头查看情况,突然间,三名持有武器的恶哨从暗处冲出来,其中一个抓住了他,而另外两个则试图压着秦强夜上车。 尽管秦强夜在奋力反抗中受了右腹部下方的伤,但仍然成功逃脱。 三名恶哨见到地上布满了血迹,也不敢久留,于是抓住了李雅芳,并强行将他拖进了一辆出租车中。 受伤的秦强夜得到了路人的帮助,并向市警局中山分局报了案。 社会新闻记者们平时常在警局闲逛,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火速赶往李雅芳家门前的新生北路,等待着消息的传来。 凌晨三点左右,神情憔悴的李雅芳回到了家中,发现记者们早已在门外等候,他知道男友已经报了警,于是在子子李雅美的陪同下,前往中山分局表明。 虽然自己曾被绑架,但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只是遭到了勒索。 他请求警方不要追究此事,同时,中士与银河唱片的高层也都来电表示要处理此事。 然而,市警局刑警大队长卢金波认为,这些行为已经涉嫌妨害自由,恐吓等罪行,因此需要继续调查。 他命令刑警队队长鲁俊率队前往中山分局,会同侦办此案。 李雅芳尽管因为经历了惊吓而向力声歌听请了假,但还是准时前往中士录像,然后才回到了家门外被记者围住的家中。 尽管李雅芳,中士与银河唱片都不愿意承认媒体的报道,急遭绑架并拍摄不雅照片,只想与歹徒私了。 但警方仍然在电话上监听着李雅芳家中的通话。 果然,在清晨四点半左右,有歹徒打电话给李雅芳,威胁如果不交出二十万元,就会公布一些好看的照片。 然而,李雅芳向歹徒哭诉称他根本凑不出这么多钱,于是歹徒愤怒地挂断了电话。 到了晚上十二点,歹徒又打来电话,主动将要求金额降低到十万元,但李雅芳仍然无法凑齐这笔钱,只好请求歹徒能够接受现金五万元,并另外五万元支付支票。 歹徒嘲笑着大声辱骂,我们都在跑路了,还收支票有何意义?找你这么麻烦,于是双方讨价还价,最终约定次日上午八点,在巴德陆的台湾疗养院门口,进行现金交易。 歹徒还要求李雅芳必须独自手持报纸前往,而他们则会派人手持纸条作为暗号。 然而,李雅芳告诉歹徒,现在门外已经被记者包围了,我去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歹徒最终同意由李雅芳派人手持报纸作为暗号进行交易。 然而,李雅芳家中除了一个卧病在床的弟弟外,并无男性可以信赖的人。 因此,他只能请求表弟曾洪文,绰号阿文前来帮忙。 然而,当阿文到达现场时,发现拿着手写言字暗号的少年根本无法提供好看的照片,这让阿文感到非常愤怒,指责对方不守信用。 同时,全程监控的警方也已确认,李雅芳和中士所声称的没事其实情况严重。 到了中午12时,歹徒再次打电话给李家,坚持要求李雅芳先交款,才会计划。 好看的照片,否则他们现在跑路欠索费,会将照片转卖给有兴趣的人。 双方讨论了许久,最终约定下午3时在原地进行交款。 警方在监听后认为这是收网的时机,等阿文交出现金后,不仅当场逮捕了歹徒请来取款的车手林志成, 连在一旁监控以防止黑吃黑的杨青海也一并抓了起来, 就在警方兴高采烈准备召开破案记者会之际。 下午4时19分,竟有另一名女性歹徒给李雅芳打电话,表示要改在下午6点进行交易。 她要求阿文穿着黄色条纹上衣,手持报纸,将钱装在肥皂箱里, 并在板桥市大桶水商乐园对面的人人餐厅交款。 警方不清楚,这位打电话的女性是尚未落网的共犯, 还是看到媒体报道后趁机插手获取利益, 李雅芳只能请另一位亲戚和世荣钱去交款。 于是,侦查队长鲁俊亲自率队埋伏, 在餐厅内抓获了打电话并前来取款的女犯杨美兰。 杨美兰共称,除了已经被逮捕的林志成,杨青海外, 还有三名男子参与此案, 分别是空仔、阿强以及他的拼夫盐仔林张次。 他们原本约定,拿到钱后要在他与盐仔的拼居处分赃。 警方立即出动,企图将他们一网打尽, 但三人已经逃走。 与此同时,台北市警察局长王鲁俏亲自审讯了被捕的杨青海, 发现他是桃园府育院的一名感化院生。 上个月逃离后,在基隆藏匿, 九日晚上来到台北寻找早已逃跑的。 学长颜仔,颜仔建议找女歌星拍摄不雅照片勒索, 于是找来了学长、空仔和出租车司机阿强。 然而,他们并没有固定目标, 只是偶然间在阿强的计程车里看到了李亚芳, 因此才决定绑架他。 不料,李亚芳和男友上车的动作太快, 他们来不及实施计划, 所以跟踪到红墨房餐厅, 先行放弃才成功绑架。 在那个淳朴的年代里, 谈及这件事, 没有人不为他感到不平。 每个人都对这种暴行深感愤慨, 都希望凶手早日被绳之以法。 警方在夜以继日的努力下, 一个月内成功侦破了案件, 民众纷纷鼓掌称赞, 经历了不幸的遭遇后, 他陷入了深深的负面情绪之中, 难以自拔, 事业也因此停滞了一段时间。 他度过了一段东躲西藏的日子, 直到九月,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他来到台南登台演唱, 令人意外的是, 整个音乐厅都挤满了观众, 甚至有人从台北包车南下, 特地来看他的演出。 当时, 他唱出了《懵懵细语》一当年, 和《落花泪》等歌曲, 他用那经历了沧桑的歌声, 倾诉了自己的心酸, 唱到动情处, 他在舞台上哽咽落泪, 深深感染了无数歌迷, 大家纷纷与他一起流泪, 值得一提的是, 在李雅芳感到绝望时, 他身边一直有一位名叫张的男友, 他用满满的温情支持着他, 正是这份不离不弃的情感, 在他陷入困境时给了他力量, 让他走出了苦海, 最终, 在他还清所有合约的基础上, 他嫁给了张家, 放下了光鲜的演艺事业, 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了家庭上, 至今几乎没有人能得知他的任何消息, 只有一次在中世的回娘家贺岁节目中, 他和其他歌手再次出现在电视迎评上, 据说, 他与李雅峰依然保持联系, 但据说他已经离婚, 现在和孩子一起住在美国, 都说艺人是个高风险的职业, 尤其是在不安稳的年代, 可既然吃上这碗饭, 就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只是话说回来, 无论是什么行业, 任谁都不愿意自己身上发生相关事情, 所以对于李雅峰当年的经历, 外界还是以遗憾居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